阿… 我那個溫室是不是很大呢? 你不帶我來 我也不知道接龍有這麼大的溫室 幾年前很流行有機耕種 我想到要樹立這個正面的形象 我就叫人家在天台上搭這個私家溫室 這是你的形象工程 是的,我還跟記者說 我有多熱愛這個有機耕種 報道出了街之後,我多認錯 百姿多好 那時候談的生意,很相信你 一年就談了幾宗大生意 這次你是聰明的 我很久沒跳舞,不如... 好啊 甚麼 天花這麼殘忍 殘忍是一件事,滴水就更大問題 謝謝你 怎麼樣?工程師怎麼說 工程師說 原來早幾年在天台溫室的時候 評估做得不夠足夠 現在溫室裡的泥土濕了 那就重了 植物又亂生根 嚴重影響天台的結構 那很危險的 你趕快拆掉溫室去做家庫工程補鑊 工程師說,還能頂多幾年 讓我想想一下 但是現在搞得這麼嚴重 你要盡快處理 最壞的是龍力電 對扣搖片段在手 搞得我讓了幾個項目給他 雖然最終我知道 他是沒有片段在手 但是我剛剛試輸了幾件事給他 如果我還要揹這隻鑊 就真的糟糕了 你真厲害 明明大大鑊是你搞得出來的 你一個麻煩你把他捨在我身上 我知道是為難了你 但是突然大小姐問起我 當時的腦海一片空白 第一個浮軟到腦海的人 就是你了 所以… 數… 數你不用繞了 你為人就是這樣 天生A字鑊 每次有事都寫在我身上 一輩子的兄弟 你不敢跟我計算嗎? 還有,教你一句成語 順寒似亡 難道我壞了你可知過嗎? 對嗎?總之如此 今天星期 Tronic咖啡廳一天三餐 全部餓的 你說的,猴仔 逼A餐 我知道該怎麼做 既然這隻鑊是我弄出來的 我將這隻鑊射給其他人 你想射給誰? 這次真是鬼陰 孤雄,無法顧見見見我一份合約 我明明借了這麼多錢 這樣也會搞錯 你在投資下打多了一個零 讓接龍給多了一億 無法顧見政府 如果合約就談了,就沒得了 幸好是無法顧見 如果是美金,你還不斷 不如你還是快手手和爸爸自首吧 這次搞得這麼糟糕 姐夫知道一定會很生氣我 那怎麼辦? 不如幾個年 小蓮就無法聯絡公幹 那裡的通訊系統很差 我想幫不了你 舅父,你現在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誠心和爸爸認錯 我去罵少你兩句 也就是這樣 KC又糟糕了,這麼巧 你想找KC什麼? 他做事這麼失陰 這次不找到什麼隻鑊 都對不起 對不起,姐夫 這次是我失陰 我保證我以後會打醒十二分精神 做好每一份合約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每次都這麼掉 你…我沒氣罵你 爸爸 既然KC是有心改過的 不如給他一個機會 將功補過 他可以怎樣將功補過 其實屯門貨倉 也是時候帶回身 我最近揹著幾個大項目 在手裡抽不到時間處理 不如就給KC將功補過 幫忙一下我 伯父,Max最近真的很辛苦 還沒有教訓 如果有KC幫忙就最好了 Max最擅長的事來做 為何這次會主動找KC幫忙 KC出名了,脫漏了 是找幫忙也找個聰明一點 大房和二房一向都不妥 整件事好恐有可疑 力士一定沒有好大氣 別搞 其實我也想將功補過 不過工程的事我又不熟 力士,不如你找另一個吧 如果你是怕弄不來的話 Peter,你幫KC拍照一起上去 好,不對 最近行政部走了幾個人 Andy是垃圾,我怕我幫不了你 不用擔心 你們是不需要到地盤工作的 你們只需要負責 翻新計劃裡面的管理、報紙工作 你們行政經驗豐富的 難不了你們的 對,Max最近真的很忙 如果你們可以幫忙 走過就最好 Peter是歷史的親戚 繼落不是以防忌人 斷猜他不會害自己的 再推下去,姐夫會覺得很懶 如果有Peter幫忙 我也可以 那好吧 KC你和Peter 就幫歷史處理 屯門貨倉的翻新工程 放心吧,姐夫 好,我們會做得很好看 好看 對嘛,辛苦兩位了 Max,咖啡,多奶 謝謝 對了 單翻新工程 KC和Peter,他們搞得怎麼樣 這兩天兩個都假裝忙 單翻新工程跟著都沒有跟著 我想你的鍋一定可以射給他們 他們兩個就最好練精學難 不過要把這個鍋射到他們 看來也要他們多做一點點事 為什麼 要他們簽一下文件 批一下撥款 為什麼呢?到時候真的糟糕了 才會有足夠的理據 把東西全部放在他們身上 如果他們下手下腳 跟單翻新工程 怕不怕他們發現天堂有問題 他們做事這麼隨便 又怎會發現溫室和天花 是有問題的呢? 行了,叫他們上來開會 已經過了兩天了 屯門貨倉的翻新工程 也要開始了 那就今天下午了 慢著… 今天下午法律部 要跟網拿部夫人開會 所以有什麼事你就不要怨我了 那這宗工程怎樣呢? 因為Peter先搞定 行政部長期不救人 最近又很忙 還要帶洪先生 叫我們做一個檢討報告 我靠Andy一個不行 所以我要回去看著他 我又不忙你又不行 要不然你自己做吧 我自己做吧,是嗎? 如果連你都不行 那這宗翻新計劃就要保持住了 我突然想起 法律部有一份決定 趕著要發給朗娜的夫人 我要回去查一下 再說一下 好 那我差不多 坐下來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們倆在想什麼 KC是出名賴皮 你也是出名蛇薄的 你倆推來推去 無非是不想什麼翻新工程上身 他不想的,我很想做 不要再轉彎抹角了 這宗翻新工程 無論如何都要有人下手做 你聰明的話 就幫我想辦法 拉KC下水 如果做不到 你永遠不會再是以防的人 已經過了兩天了 拉到KC下水了沒有? 其實我已經拿了幾間工程公司的報價 打算把報價單交給KC 誰知道他坐死心進來 硬是又不肯拿 豪仔 我買外賣咖啡可以嗎? 搞定,拿給你了 好 KC 我已經幫你拿了幾間工程公司的報價 我突然想起要見過客 先走 慢著 反正報價單一定要拿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問? 開箱… 開箱… KC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呢? 因為他不想開票 只要他沒有收過報價單 他就可以說自己什麼都不知道 沒想到KC真的這麼貓 不過放心 我昨晚已經出了絕招了 我昨晚靜悄悄進去辦公室 把報價單放在桌上 還要用他的電腦下載我的報價 豪仔 KC,今天要什麼? KC 看了一份報價單沒有? 什麼報價單? 在你桌上的那份報價單 我以為桌上是廢紙 看也沒有看,我就失去了 那你有沒有覺得 今天電腦多了一些新的報價呢? 我暴露今早中毒,什麼都看不到 我慢著 先生,你說你進過我的房間 你知不知道我的房間 有很多機密文件嗎? 萬一機密外線,我是你斯文 我沒說,我沒說過來 你真是不會 這麼大反應 明明是想這機會脫下 那沒辦法 看來要我親自拘捕他下水節 大家好,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劉沛月,阿門 我是蔣祖文 我是黃定欣 我是江美儀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吧 喜歡這條片呢? 記得LIKE和SHARE 記得還有描槽嗎? 你吃了喔 我要了解